三班千六米的賽事,準備 準備 我們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外面的位置,就有心中友情帶了個面孤走 在裡面的粉紅衣服就是槍神 中間還有不老英雄內蘭騎上來就是馬友寶 外面的綠色衣服就是一不言而語 跟著第五位還有橙帽不老英雄 後面的馬就是這個最好型,沙貝利在外擋上來 但是最好型,一直頂著他就無法來 後面的馬還有這個好著數,盡彩 中後蝶先見到這個蕭勇奔騰 尾四的位置就是這個寶貝王子 尾三就是好有性,走內蘭 尾以金絲猛將暫時包尾那隻就是這個海鋒 向著這個就是香港德學院溫進發 不言而語,仔在前面走,貼了藍 心中友情都不敢跟你鬥放 拖回向這個第二位 再在外面粉紅衣服就是槍神 第四位就是馬友寶,第五位就是不老英雄 一直在外面,就是這個沙貝利開始上了 再在內蘭維持有這個好著數 中間夾著藍藍色衣服的那隻 還有這個最好型 後面的馬先見到好友性 蕭勇奔騰晉彩 大外擋看來都是拍普的那隻 寶貝王子 再在外面黃衣服就是這個金絲猛將 入正直路的時候 前面不言而語 輕輕壓一下,跑順一點 佔先多少 跟著第二位有這個槍神 埋面心中友情 再在後面上來的馬 還見到沙貝利追緊 裡面還有這個最好型 大外擋寶貝王子 最後百多米 見到不言而語 輕輕鬆下去 撤來了三個身位 中間追上來的馬 還有這個沙貝利 再在外面就是這個進彩 接近終點 不言而語 終於贏回場 第二名很接近 進彩點 第三就是沙貝利 很接近 第二名要拍照 但是我第一眼看起來 就好像進彩機會高 看看是否馬防Q了 不言而語輕鬆贏 第二名進彩第三 沙貝利 第四最好型 嘩 只要Q都拿了 沒有啦 都說上次怎樣跑 今天怎樣跑 贏回沙貝利 就是很合理的 1號真的 停了三個星期 跑到衝贏了沙貝利 3-1-14-3 都是這樣 有一個道理來 有的獎金 最好型 好有信心啊 你看看 沒有啦 都說上次這樣跑 都已經講完了 一早上一場都預告 定馬防喜媽了 不過喜媽還有一條Q 預告不到 是嗎 你屁性這樣 快又慢 都是放頭 又是讓自己放 都沒有馬燒 沒有馬成 等如一樣東西 歐洲名車 所有人都知道是靚車 但我怎知道 你沿途走的時候 拖一個二波爐三波 對 跑馬就是那個關鍵 就在那裡 輸贏很多時候 那個計 那個名車 我當然知道 其他 真的沒辦法 上一次是盡彩大家都看好 那場馬是躲馬 塞到他叫出來 盲晚都叫不到 其實他是有 叫得出事 他停了幾個星期 弄了腳 怎麼都有點打突 他一樣追得這麼好 這場真的沒辦法 沒有熱門命 只能夠這樣 希望下次熱門 就順利一點 下次也實躍 今天這樣的走勢 應該比這場都沒什麼 還要說回 在100米的時候 由不老英雄騎士楊明倫跌了馬邊 小組告解他 今季跌邊的次數 已經引起了關注 他應該要採取措施 盡量避免日後再發生 另外 問回柏寶 他就說獲得指示 出閘之後要給寶貝王子 順其自然去跑 覺得會放在中間或者之後 他就說 假如好像以往一些賽事 吹策上前 坐騎在末段 就未能夠以勁勢充斥 跑過了一次米 坐騎就開始難以穩定走勢 第一次轉彎的時候 走勢開始暢順 而在直路組斷手吹策的時候 反應都是甚佳 但跑過了一百米 走勢就無以為計 之後衝刺都是普通 另外問回鄭宇田 就是關於心中有情 令人失望的表現 他就說 怎麽馬能夠一如上將擺在前列 但沿途走勢暢順之後 直路上面對於吹策又未如他預期 他認為